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下午的互港股市总结 我是淳子 首先我们请来看一下港股今天的具体表现 环球焦点失落在了石油输出国组织现产协定 隔晚美股造好 到只剩110点 港股今早也是显著高开 为大势缺乏动能 成交额不足600亿 横指高开208点 收报在23,823点 已经属于全日高位 其后缺乏承接 深复一度收窄至只有60点 见到半日低位 中午升112点 午后进一步的转弱 曾经倒跌11点 见到23,607点的全日低位 尾段在欧股的开市造好的带动之下 是纽腰升过百点 横指最终收报在23,739点 升119点或0.5% 国际指数收报在9794点 升74点或0.8% 大势的全日成交额为590.68亿元 接下来来看一下 截至到收盘为止 主要蓝筹股的具体表现 汇丰控股平收 中国移动涨2毛5 建设银行涨5分 工商银行涨2分 中国银行跌1分 港交所涨4毛 中国人寿跌1毛 友邦保险涨3毛 腾讯控股涨1块 金沙中国涨6毛5 长河涨3毛5 新宏基地产跌6毛 九龙仓涨1毛5 中国海外跌3毛 淮润质地跌3毛5 中海油涨4毛7 中石油涨1毛5 中石化涨2毛2 昆了能源涨9分 中国升华涨5毛8 关注了港股 再来看一下内地的股市表现 周四的早盘 护山两市是双双高开 开盘之后是受到 煤价连涨14周 和欧派克达成减产协议的影响 煤炭石油板块是双双走强 护质也是小幅拉升 一度的触及了3000点 随后券商股就崛起力挺大盘 护质成功是站上了3000点 午后开盘多空是 双方激烈争夺3000点 护质围绕3000点是弱势的进行震荡 两市的焦头比较清淡 成交量依然低迷 来看截至到收盘为止 A股的具体表现 上证中指收报在2998点 涨10点 涨幅为0.36% 深圳城指收报在10512点 涨45点 涨幅为0.43% 沪深300指收报在3244点 涨13点 涨幅为0.42% 创业板指收报在2146点 涨6点 涨幅为0.31% 来看H股对A股的五大折让状况 欧阳玻璃折让79% 浙江市保折让74% 新华文宣折让71% 山东木龙折让69% 昆明机床折让69% 再来看H股对A股的五大溢价状况 阿辉海螺水泥溢价10% 浮阳玻璃溢价8% 江苏宁户高速溢价4% 中国平安溢价3% 怀柴动力溢价1% 观众完了股市 来看一下今天的主要财经资讯 李嘉诚基金会以及长河系事发出了新闻稿 表示由李嘉诚创办的三个慈善基金 长河主席李嘉诚及副主席李泽聚 持有一所金融机构 发行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表现挂钩票据 被视为持有邮储银行H股11.62%的推定权益 相当于邮储银行全数发行股本 约为2.8%推定权益 新闻稿内就提到 李嘉诚视有关投资为长线投资 他对邮储银行有绝对信心 认为适合作为财务投资 石油输出国组织是同意限制产量 是08年以来的首次 计划由目前的每日原产量约为3324万桶 是简至介乎3250至3300万桶之间 刺激国际油价在纽约交易时段 是急升5%至6% 在亚洲的交易时段表现靠稳 高山分析师就指出 不排除明年每日产量会会高过现时 重生今年底以及明年油价预期为43美元 以及53美元 交易香港环球金融市场经济以及策略师就表示 未来油价的走势要似乎有组 11月在维也纳的会议之上 确定各成员国具体产量而定 他就预期纽约汽油限时到11月 将会介乎在每桶47至48美元 好了感谢您收看今天下午的护港股市总结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